欢迎收看今天的脑中新闻 您好我是李诺亚 元旦周末过后的新冠疫情数据显示 加州和湾区的单日新增病例 已经远远超过了去年冬季的疫情 再创新高 从除夕12月31号到1月3号4天 加州平均单日新增病例就有将近59000例 去年冬季疫情最高峰落在1月 当时平均单日的新增病例大约有45000例 湾区新增病例同样创下新高 4天新年假期平均单日新增病例达到9700例 去年冬季最高峰的时候 平均单日新增病例只有4700例 旧金山目前的平均单日新增病例 已经是去年冬季最高峰值的两倍之多了 幸好目前确诊病例比去年同期高 但是住院核死亡率相对比较低 加州目前因为新冠肺炎住院核死亡的人数 远低于去年的记录 截至1月3号的数据 加州住院人数超过7400人 其中有794个人在湾区 加州目前平均单日死于新冠肺炎的人数 大约有55个人 湾区单日死于新冠肺炎的人数是4个人 去年冬季的疫情高峰期 加州平均每天就有超过500个人死于新冠肺炎 湾区平均每日有60个人死亡 旧金山卫生局局长说 Omicron病毒在横跃旧金山的时候 碰上了一道免疫墙 因为旧金山的新冠疫苗和补强针接种率超高 让这波Omicron疫情的破坏力低于过去几波疫情 湾区卫生官员认为 尽管湾区的新增病例创下了新高 但是这个数字可能还是被低估了 居家检疫盒短缺 居家检疫结果通知通报率偏低 没有症状的感染者没有接受检测 都可能让确诊人数无法被确切掌握 以Marine County为例 当地学校开学之后对学生和教职员工进行新冠检测 在28000个检测样本当中 有800个人重现阳性反应 其中大多数的确诊患者都没有出现任何症状 目前Marine County感染Omicron的人数大约占了4%左右 过去一周湾区的住院人数增加了83% 加州增加了69% 专家推测疫苗和补强针的确有效防止新冠重症 即使住院人数快速增加 大多数患者在住院之后也都能迅速康复 感谢收看 西安城 加班之后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的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